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雖然今天是星期日 但我想繼續跟進 有關MIRROR演唱會的嚴重事故 Moe Dancer 舞蹈藝員的情況令人相當擔心 因為手術已經做完了 但手腳仍然沒有辦法動 究竟能否復原呢 只能夠時間才可以告訴我們 大家只能夠耐心等候繼續祈禱 她的父母回到香港 去醫院探望 亦引起網上一些討論 那些討論的攻擊性都很強 為什麼這位舞蹈藝員的父母有特權 在疫症下可以這麼快去到醫院去探望她 又不用隔離 又說為什麼她這麼容易找到這個防疫酒店 是否利用特權呢 現在香港人都很吵 有少少東西馬上就 裝起槓 用批判的態度去看那件事 是否啊 Moe的父母是男的 所以就有特權 特區政府又說 要可以安排給他們 不用隔離馬上去 是否因為 這個舞蹈藝員 是有知名全港關注 所以才這麼做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根據我的經驗 或者我的理解 是需要澄清的 起碼靜一靜的視聽 第一房疫酒店 我也有些朋友 被那些早前的熔斷機制打亂了 那班機沒有了 要移動了 有些人買了幾個 是啤機票 你買了也好 時間亂了你就要移動了 原底的酒店 就可以退錢 但是因為要熔斷 但是你要訂一個新的酒店 就很複雜 看看你有沒有其他辦法 有些找個代理幫忙 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他們拿著很多酒店的房間 在手上 就給一些熟客 這個是 不是跟特權無關的 你認不認識個代理 這個可能跟他飛得多有關 如果你跟他飛得多 跟代理熟的話 他自然就會應酬你 或者叫做照顧你 至於回來 沒有需要隔離 馬上可以去醫院 去探人這個做法 其實一直都有一個這樣的制度 可以叫做體恤的制度 不是恩恤 或者 什麼情況下 他都有這樣的經驗 有個朋友 他爸爸 他媽媽 病重 病重 他家人就從外國回來 當然要進隔離酒店 馬上要跟醫管局去談 媽媽可能不會放到幾天 就需要馬上去 可不可以看出一下 讓他家人可以去醫院 那隔離時間是未遠的 那時候不知道隔離七天還是十天 我記得了 在這樣的安排下 如果醫管局批准 就可以跟衛生署商量 是很快就做了決定給他 就看到他媽媽的最後一面 當然也有些人在網上說 我家人這樣 我又不行 我不知道 不知道長城是怎樣 究竟 嚴重程度是怎樣 是不是已經去到離流 不見不行 我不知道 至少我的理解 是有這個安排的 我相信 爸爸媽媽都因應這個安排 而去 所以我們有些事情不要 是由罵是罵 搞清楚事實 但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不罵 有23個舞蹈藝員 在今天發表了聯合聲明 也包括MIRROR演唱會的舞蹈藝員 他們說不會接受任何傳媒的採訪 但澄清所有網絡平台的留言 和流傳的匿名留言 並非出自任何MIRROR演唱會的舞蹈員 所有言論當然透過個人平台發放 裡面提到 其中一點是 因為網上有人說 當600KG螢幕掉下來之後 摘到幾個人 其中一個MIRROR受到最大的傷害重傷 台上有MIRROR的歌手 是繼續唱 好像當這件事沒有發生 有些網民說 他是不是冷血家 當然也有人澄清 他戴著耳機 是聽不到的 聽不到外面發生什麼事 究竟那個 上面那個 監製有沒有叫停 他已經聽到監製說了 但聽到外面 究竟是他的問題 還是監製的問題 所以MIRROR這個聲明 MIRROR十二指跟我們軍賣力演出 此刻跟我們一起共渡難關 請勿將責任歸咎於演唱會 任何一個表演者 裡面也提到有關於眾籌的問題 是這樣說的 二十三個舞蹈員 均沒有為三位受傷的舞蹈員 李啟然 張子豐阿豐 和羅德志 發起眾籌 請勿誤信坊間任何相關的眾籌 我覺得很可恥 利用別人的受傷受重傷 在網上用李啟然和他女友的名義 發起眾籌 他們其實已經分別 這個MIRROR的女友 已經在網上發起 澄清了 是沒有任何的眾籌活動 TG各群組和Facebook 已經開始流傳不同的籌款 眾籌或雜資 明白到大家是愛護他們 但現階段是不適合任何和金錢掛勾的活動 除了官方認證和官方授傳之外 請勿參與任何形式的眾籌活動 根本沒有需要 李啟加已經出來說 終於要醫藥費 就是有他們承擔 現階段是希望大家一同靜候佳音 讓他們有休息的時間和空間 避免引起製造麻煩 如果有新消息會第一時間跟大家說 我覺得真的很可恥 為何發這些財呢 無端端從來都沒有做過 今天的重點我想說另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人說 這個不是意外 是疏忽 其實有很多跡象 這件事是可以避免的 因為有很多跡象顯示 中間發生很多問題 終於有一些相片 有些內容就出來了 包括什麼呢 包括在這個彩排的過程 這個我想已經是一個事實很清楚 就是根本不夠時間彩排 本來就應該幾天去踩台 誰知道就是 到演唱會演出之前 接二連三發生很多問題 那個彩排又中途要腰斬 然後就 停了一輪又再草 彩排又有事 中間發生很多意外 什麼意外呢 總的內選根本沒有做到一個全面的彩排 就演出了 真的很危險 有些幕後工作人員就向傳媒爆料 最少有三宗 同聲降臺有關 這個彩排的時候第一次MIRROR唱完前歌 就有工作人員幫MIRROR成員 除了威也 跟著有舞蹈員跌落舞台的洞 有皮外傷和傷到關節 第二次就是另一次排練的時候 有四個人未走到台中央升降臺已經降下來了 不過就說沒有人受傷 第三次也在排練的時候 樂隊在台中間升降臺演奏的時候 另一邊突然降下來了 鼓手連人大鼓跌了下去 結他手也跌了 有皮外傷 太痛了 所以要影響到演奏 花姐在現場向監製提出來 先搞亂機械 如果沒辦法解決就會造成更多意外 總排練過之後 第一場也有意外 花姐就秉過監製了 這件事其實很危險 為什麼那些藝員未到達升降臺 那台就降下來呢 那些爆料人說 監製和導演在賽牌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不熟悉舞台機器的運作 沒有清晰的指示 舞蹈藝員跌落後 都說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 還說是叫自己 叫人 監製叫人去執生 什麼叫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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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執生 就是無論台上台下有沒有人 總之叫台升就升 叫台降就降 那是不是草姦人命 據這個爆料人說 MIRROR演唱會很複雜的一個台 不過 根本沒有踩台的時間 正常應該有兩個星期 或者十日踩台時間 但是現在第一天開演唱會之前 才有總彩排 其實總的來說 這個總彩排是未完結的 就開演唱會了 如果看過這些資料 你會發覺 我只用四個字來形容 叫做草姦人命 即使不是600kg的大屏幕 跌下來摘到人也好 其他的問題 一樣是會有機會出現的 那戒舌呢 可能 會有劃大劃小的意外 有輕或者有重的意外 都會出現 那我就覺得 整件事 除了你去 講這些 就是叫做這個道具 報警啊 舞台啊 燈光啊 吊威也啊 吊了這些屏幕上 那些公司之外 那些公司當然是難辭其咎 我覺得 去負責 整個 表演的 包括監製 在內的 那些 高層的工作人員 全部都難辭其咎 這個我完全覺得 明知有這麼多 遙遙欲罪險象環山的情況 你都不給多些時間做彩排 去改一些事情 令到他變回做穩固 就被迫去上 這個不是草間人命 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要追究責任 要檢討 就不只是追 這些 道具報警的公司 那麼簡單 整個團隊裡面的幕後 有決策能力 有決策權力的高層 都要追究到底 我不知道李澤佳聽不聽到 是不是 這件事 我覺得李澤佳 是需要 需要下這個命令的 否則我覺得 整個 view 會陷入這個萬劫不復裡面 影響了MIRROR 然後繼續下來的發展 一定會 你當MIRROR是姚前書 你當她姚前書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生意人 我可以理解的 不過姚前書都要注重他們的安全 注重整個團隊的安全 不是拿乾拿盡 是嗎 唉 我想起都覺得 香港為何會搞成這樣 本來好好地 令到香港人可以 在極度壓抑的情況下 有些少少舒解 有些少舒緩的 呼氣空間 都會變成這樣 香港受到什麼詛咒 好 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IO 支持我心靜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請多謝 前往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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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